怎么去疏解这种压力 是挺压力是挺大的 然后每天就像他 可能他会拿出自己的孩子照片看 包括我也是会看自己的孩子照片 还解压力 对 因为赛场这种压力是 常人真的很难体会到的 非常的难受 我像有一些运动员 他缓解自己的压力 他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小癖好 比如说重复做一个动作 你们会吗 每个人可能有习惯 比方说我在比赛前 有些事情该怎么样 比如说我喜欢先继 左脚的鞋带 我喜欢怎么怎么样 有一个心理暗示 尽量按照这个走 有点迷信吧 就以前你是怎么赢球的 之前做过什么事 哈哈哈哈 重复 就像他这个头发 哇 嗯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头发 做过法拉 打过法拉之后就要输了 哈哈哈哈 就在打法拉 就真的再也不打法拉 对真不打法拉 那你现在其实这种赛事 真的是千变万化 你也不能说都在人算当中 对对对 有的时候有一些 我觉得有种信仰也是一件好事 对对 让你上场 你可以很好的 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东西